8号早上大约7点左右 金门机场的后机室疑似因为配电盘过热 结果传出了火光 尽管火势不大马上就被扑灭了 但是浓浓的烧焦味还是迅速扩散了整个机场 目前金门机场的行李输送带 还有X光机都暂停使用 让近百位的旅客只能提着行李到后机室等待 抱怨连连